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 当时该铁路道口已经亮起红灯 火车正在接近路口 这时一辆教练车加速往铁道行驶过来 和驶来的货运火车撞在一起 在现场可以看到 教练车右后车身严重变形 后车轮飞出五米多远 吊在铁轨上 据湘潭电话集团铁路安保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 事故发生后 教练车驾驶员离开现场不知所踪 这条铁路是湘潭电话集团专用铁路 平常主要用于电话集团内部货物运输 在现场我们看到 在这个无人看守的铁路道口 为了防止事故发生设置的多块指示牌 在火车通行道附近时 道口的喇叭也会提前响起 提醒过往车辆和行人 目前事故正在调查处理中